1945年8月9日 国军顾不上后勤及养护族 在8月9日匆忙对日拍战 第二天 日本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 在经过苏德战争洗礼的苏军面前 日军明显不是对手 号称70万的关东军一路溃败 将日本精心经营了14年的东北 拱手让给了苏军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 共商国家大事 引起了中国社会舆论高度的关注 过后共军的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蒋介石决定改采剿辅并进的策略 他亲自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 共商国家大气 蒋介石为了表述诚意 所以请美国驻中国大使叫赫尔利 派他的张志宗国民党外面 亲自到沿南去迎接他一外面 送他到重庆来 保证他的安全 1945年8月28号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 搭上了赫尔利的专机飞抵的重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搭飞机 第一次进大城市 第一次和蒋介石平起平坐 一晃眼距离两个人上一次在广州见面 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 承诺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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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山西 在1930年 毛泽东 继续了中间的国家 共产党内的团队 过一段段 的编战和战争 的困难 美国务力 去承诺和 的长期 在1940年中,他跟蔣介石会谈的日记里面有写到,他说他很佩服毛泽东,就是说以毛泽东的烟影那么大,居然跟他对谈八个小时,不抽一根烟。 这个让蔣介石是吓了一大跳。 台面上国共两大巨头的历史会面,刻刻气气,据说蔣介石知道毛泽东爱吃辣,他特别嘱咐在毛泽东的餐桌上,一定要摆上一盘辣椒,否则在台面下,尔虞我诈,犹如多物的山城,风云诡诀。 你清楚这谈判的条件,八项条件。 很多的律史学家喜欢拿蔣介石和毛泽东来做本校,甚至有人以这个题目写而偏,博士论文,洋洋洒洒洒露列出两个人的共同点,分析两人之间的优胜劣伴。 在民间有关于蔣毛两个人的传说,更是多道呼声美举,我们所认识到的蔣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片面被塑造出来的形象。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告诉您这两位改变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他们贴近人性的经验。 民不合适,有几名无几时,现在我们要有个民不合适时的江南化人民,民不合适时的江南化人民。 经过三年的内战,共产党有农民驻一臂之力,以占据整个中国本部。 1949年1月,他们抵达北京。 四个月后,他们进入南京和上海。 1949年年底前,他们已彻底铲除国民党在整个中国的市面。 1949年底前,共产党在1949年。 1949年,他们在1949年代区的中文在地方。 以及会呆出来的事是 中国民族的航osto personally 认为从中国的性命者在中方和 normalmente는데요 中国现在是一种地步的水浪 这上涨得起��� Veorsa 大陆很色的灯 我们将立刻所 detox strong and real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the past has been a fall to us it had a good name but lacked essence now we shall have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real both in name and essence long live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hina long live the 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ment long live the great un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foreign 海曼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国民党原本以为长江天险可以守住这最后的一道防线 海外大军百万熊是渡长江老妈学过诗来夸战场速度太快了 这位国民政府的东西几乎除了黄金从上海弄到台湾东西几乎都放在能力政府 后来彭德怀到了老奖的办公室还有一张照片翘着脚 东西好好的 他都保留原状当年那个共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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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上海都在沸腾 那一天上海人沉浸在一片狂欢中 就在这一天 一辆美国吉普不顾军军军军军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和交通民警的劝阻 擅自闯入游行区域阻隔了队伍的行进 吉普车的主人名叫威廉姆欧利夫 是美国上海总领事馆的副领事 报告传到主席台 陈毅发怒了 许多人都听到了 他通过扬声器发出的拘留命令 陈毅说 不管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只要在中国违反了法令 就可以制裁他 三天后 欧利夫被释放 释放前 他向公安人员递交了一份道歉书 我向人民政府保证 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 我承认 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 下全国进军的各路解放大军 所向披靡 势如破竹 在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城市 他们都受到了人们最热烈的欢迎 历经了漫长的苦难岁月 人们终于盼到了光明的来临 大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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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民跟湖北争养人民政府的产力 暂时专业将湖北政府继续 跟政府为代表真华人民跟湖北 国人民的唯一湖北政府 开国大典进行时 从各个角度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各界民主人士与新中国缔造者们站在一起 亲切交谈不分彼此 新成立的中央政府 终于实现了1945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 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 自由 民主 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愿望 在随后举行的激动人心的阅兵式上 我们看到了有些特别的一幕 在这里诞生 而今天 他所统帅的部队正光荣地进驻这座城市 全国建设成这层城市 全国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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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较低潟的市场 最值得的公开 全国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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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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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国民党政府和谈首席代表张志忠也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国共和谈破裂后 张志忠还想着要回南京复命 出于对他回去后人身安全的考虑 周恩来执意挽留 还把他的家人秘密从南京接到了北平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全部留了下来 大多参加了新政协的工作 张志忠日后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 许多进步真实分子也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8年 国民党政府曾向81名科学家和学者授予了院士的称号 而在1949年 50多位院士都留了下来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其中就有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 气象学家竹可珍等人 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是其中一位 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筹备会的工作 几个月后 1949年秋天 梁思成又在病榻上怀着兴奋的心情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上去开幕词 美国徽的设计 已经操在政华人民司机的手里 那么政卫就会要降一个什么东西呢 降一个太阳 太阳升起是真凰了 以世界辉煌的光源 和静寿的 当地法政政府留下来的五年多岁,四号天上的上山更设计,一个大姓的江省的民伏计时的政华人民民主更何关,不知政华民主要是民不服事,有些民无计时,现在我们要有个民伏计时的政华人民民主更何关,政华人民民主更何关完事,民主联合更何关完事,世界人民大人更何关完事。 筹备会的代表分成六个工作小组,分别担负起政协筹备的各项工作,从1949年6月到9月,整个筹备工作持续了三个月。 筹备会洋溢着浓郁的民主气氛。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合作精神,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用户。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日程表总是拍得满满的,他亲切会见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 即使是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的身边也挤满了人。 在政协筹备会临江结束的时候,有代表建议,大会向毛泽东和朱德发一封贺电。 毛泽东站起来,蜿蜒谢绝,他建议,改在即将到来的7月7日,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发表一份纪念抗战胜利的宣言。 但接下来,民盟代表沈君如又倡议,全体起立,用掌声向毛泽东致以敬意。 这一次,毛泽东无法回绝了。 7月1日,北平各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夜幕降临的时候,毛泽东出现在会场。 会场内,顿时沸腾起来。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平的群众集会上公开露面。 会议,事先并没有毛泽东讲话的安排,但当周恩来等人讲完话后,全场热烈鼓掌,强烈要求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讲话,回荡在整个会场。 在此前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 他写道,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 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向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